小文是小女儿 从小就比较爱丑 所以结婚的时候 她爸妈很大方 给了她二十万的配价 因为小文她老公家里条件一般 小文她爸妈的初衷是 想要减轻一下 小文她婆家买房的负担 也算是减轻小文她们夫妻俩的压力 可没有想到的是 这笔钱莫名的就被她婆婆看伤了 小文她老公是在他们县城里上班 小文自己也是当地初衷的一名老师 小文她老公家早些年的时候 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一直以来 小文她老公都是和她爸妈住在一起 结婚前小文没太在意 对方有没有买婚房 她想着反正婚前买了也不算她的 不如结婚后 两人在一起凑钱买好了 小文的老公还有一个弟弟 刚大学毕业 听她老公说 她弟弟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读的是重点大学 毕业后进了南京 一家很不错的公司 有一个正在谈的女朋友 差不多也准备明年结婚 这些事情小文一开始就没有当回事 毕竟那都是她弟弟的生活 跟她关系不大 虽然他们都在家里的县城里上班 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好 只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在她婆婆那里 她老公和她小叔子的地位 并不是一样的 有一天晚上 小文在房间里跟她老公商量买房的事 毕竟两人已经结婚一个多月了 在小文看来 两人也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居了 而且结婚时 她婆家给了八万的彩礼 她爸妈给了二十万的配价 再加上她自己和她老公 这几年来的积蓄 差不多有四十万 刚好足以在县城付首付 可是在她和老公提着设的时候 她老公一直支支吾吾的 说是钱不太够 小文就很奇怪 在她算了明明就是够的 她也没想要买多大多好的房子 怎么就不够了呢 于是在她接二连三的追问下 她老公才说出了实话 她老公告诉她你知道的 我弟弟现在在南京 明年也打算结婚 我爸妈想给她在南京买套房子 可是首付不够 你也知道我是老大 现在家里有房子住 所以我妈就跟我说 让我要帮帮弟弟 说是想把你家给那二十万 赔价拿给我弟父首付 听到这小文一下子就爆炸了 她第一次那么生气 直接就冲她老公吼道 你弟买房子是你弟的事情 凭什么要拿我的赔价 给他买房子 我们自己房子都还没有买 你们家这个小房子 我们要生了孩子后怎么住 她老公被她吼得一句话不说 她直接起身 说我去找你妈说去 你弟买房子 让她自己想法子去 说完她去客厅里 找到她的婆婆 把自己想买房的事情 说明了一下 隐悔地表达了一下 这笔钱没办法给小叔子 这时她婆婆一边 看着电视一边 轻悠悠地说道 在我们家钱都是我管的 因为你们是新婚 所以你的那笔赔价 我暂时还放在你那里 但是你要知道 你既然进了我家门口 这钱也是我家的 我想怎么分配 你没有全力管的 小文听后心里很不舒服 压着脾气跟她婆婆说 妈 我们现在也结婚了 不只是小叔子结婚要买房 我们也需要买房的 这笔钱就是我们用来买房的 谁知她婆婆继续说道 那也要先交给我 你小叔子现在大大的城市 没地方住 更急需这笔钱 你们跟我们一起住就行了 用不着再另外买房 这时小文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直接怼道 妈 我不管你们家以前是谁管钱 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说清楚 我爸妈给我的赔价 我是不会拿出来的 我们自己的房子 我也是要自己买定了 小叔子买不买得起房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钱我是不会给你的 你们就别想了 说完后她直接回房了 留下婆婆一个人在外面打骂 第二天她拿着行李 就回娘家住了 并且告诉她老公 如果她想要站在她妈那边 想拿这笔钱去给她弟弟买房 那么他们直接就离婚好了 因为这件事小文算是跟她婆婆闹僵了 但索性的是 她老公一开始也并不是很同意把钱拿出来 只是出于尊重她妈妈加上对弟弟的亲情困扰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拒绝就是 这一次加上小文的爸妈轮流做了她的思想工作 最终她终于决定瞒着她妈妈在现场把房子买了 到此才让小文心里踏实了下来 她婆婆知道这件事后大闹了一场 但是事已经成定局 她除了闹也没有办法 小文也是自从这之后 就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两家 直到两人买的房子装修好后 才直接就搬进了新家 两人这才过上了安稳的小夫妻的生活 经济地既然已经成年了 而且都已经到了成家的时候 那么她就应该有责任去承担属于她自己的压力 这种压力不能转嫁到亲人的身上 哪怕是亲哥哥也不行 更何况是已经成家的亲哥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